高雄市每到周秋的假期警方必定就会出动远警来进行防标的勤务 多年来这个防标已经是相当的有成果 而这回更是有美女的这个市官长刘湘慈 她化身为黑豹打击部队的队长要带队出击 让参与的远警士气大振 一晚的高雄市警局前 30部重型机车队一字排开 看起来相当的壮观 这就是市警局防标小组的英姿 现在要透过戏剧的拍摄表现出来 防标小组黑豹部队的队长帅气现身 却是穿着皮衣长靶飘逸的美丽女子 眉宇间英气勃发 原来是魔鬼市官长刘湘慈 为了打击犯罪 防护部特别和电视台合作 透过了戏剧的表现 展现远警打击标车及犯罪的辛苦及决心 那就是说要遏制把标车的企业遏制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同学都经过专业训练 今天能够把这个警察的气势跟那个威严 跟那个感觉全部把它拍出来 那其实今天拍摄都还蛮顺利的 那这些警察弟兄跟我们的这个车队呢 哇 真的就是整个就是很精实 如果是他带队进去的话不要车 大家会更有信心 更有信心就对了 是是是 准备啊 准备啊 来 准备 准备 镜头一遍又一遍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防标小组各个精神百倍 就是要让标载闻风丧胆 很好 感觉很好 让我们居民都觉得很安心 走了 出发了 一声令下 防标小组引擎声低沉有力 壮观的车队从市警局出发了 在夜色中要搜寻标车组的踪影 一发现影响治安的标车组 快速打击部队马上要进行围捕 别以为这只是演戏 拍摄完成 防标小组马上投入前路维护治安 民事新闻 陈嘉祥 高雄市报道